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冰分娱乐酒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冰分娱乐现在开手。 在这样卫视秋季盛景当中,周深终于首次和腾戈尔迎来了合作,两位既然不同风格的歌手竟然真的擦出了火花,却色毫没有违和感。 在本次合作当中,周深现唱腾戈尔天堂,腾戈尔唱周深的大鱼,最终又迎来了一度激动人心的合唱,好听到耳朵怀孕。 在听了周深的天堂之后,我认为这是极为让人惊艳的,首先天堂这首歌是一首极具民族色彩的风格,简单干净洒脱。 周深的翻唱几乎改变了所有的曲风,原来的是一种鲜音般的美景,而在歌曲高长的部分,周深突然的转音却再现海洋之名,把这首歌完美地刻画出了一种属于妖风的境界,而腾戈尔老师的风格进步也是很大的,其实腾戈尔歌曲的转换能力非常强,他翻唱的歌曲几乎都有他自己的风格。 然而在这首《大鱼》的演唱当中,腾戈尔也超脱了风格的束缚,完成了一首虽不一样,却有意境的歌曲表演。 两个人的合作虽是看似风格迥异,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如此的震撼人心,这是让人想不到的。 虽然这一次周深并没有以最强辅助的身份出现,但是他却完成了和音当中极为搭配的感觉。 其实这一次周深的现场已经明显的看出了唱功及意境的进步,周深从《成名曲大鱼》当中一直体现的都是一种海妖的状态,仿佛深海中传来的声音一般,这才有了海妖之名。 然而周深这次给人的感觉却多了一丝人的气息,鲜得飘渺,有情感融于其中,却能够操繁脱层,这是一种极为独特的意境。 尤其是周深这次的录音,在表演当中能够有鲜的飘渺之感,这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,可以说他是一位首创者。 两位优秀的歌手都超脱了风格的束缚,残留到风格,其实在歌手当中呢,风格一直是伴随的形式,虽然这样转化能力很强,但是是一种特点,能够做到逃脱才是真正的不易。 就拿腾格尔的演唱部分来说吧,这次他演唱的大鱼,少了许多属于他的自己的味道,其实这是非常难的,但是在合音的同时呢,两个人之间的合音的配合,却将合唱完美地融入了,声音不再拘泥,各自的风格。 而周深的超脱不仅是在个人意志上有所体现,更在合音上推进了完美,属于海奥的海风,不仅有了人的气息,还有了仙的漂亮,给人的感觉非常的特别。 当然,周深一直在合唱上有最强辅助支撑,在合音上面虽然有亮点,但其进步已经成了一种常态,也让人见怪不怪了,也展示出了音乐的风格束缚是可以打破的,新生代歌手周深,在其歌曲的风格之上呢,一直存在很强的延伸性,发展空间还有很大,未来可亲。 另外,周深作为常驻嘉宾,参与了亲手驾到综艺节目,在最新一期播出的节目当中,他和其他的嘉宾在顺利通过驾驶证考试的科目三之后,体验了一天的交警工作。 他和五一被分到了山区组去检查过往的车辆,在检查过往的车辆证件的时候呢,他发现了一辆车行驶正常,最后标注的审核日期已经超过了有效期,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车辆脱审。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,驾驶脱审车辆的驾驶人将给予罚款200,并且扣3分的处罚,同时车辆将会被暂扣。 而在后期的补充采访当中,导演告诉周深,当时被他检查到的车辆驾驶人此前已经被扣过9分了,再加上本次被扣了3分,累计计分,周期达到了12分。 听到这个消息的周深表现出大大的惊讶说,他的驾驶证被吊销了。 其实周深在这里对驾驶证扣买12分的理解是有偏差的,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第68条规定,驾驶证将会被扣留。 机动车驾驶人必须再去参加学习,并且考试合格之后,方能重新拿到驾驶证。 而在周深表现出惊讶之后,随后说出了一句,活该。 同时他还说全车乘客认识他,而且还非常开心的样子,但必须还是要按照规则去出发,因为这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。 虽然在播出的节目当中,周深对此次的协助执法进行了说明,而从全车乘客的表现来看,应该也是周深的生命无疑了。 但他就在心疼司机大哥的同时说出了活该两个字,难道他就不怕掉粉吗? 他对你们印象当中最真实的周深,因为他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幸灾愣祸,而是对朋友之前那种真实情感的流露,更是为朋友做出这样的一个疏忽而感觉到不值。 这一点的感受对非是锐和均在为周深开脱,而是从近两年周深参加其他节目的时候的表现当中真实感受的。 而且还这样说那位被他检查到的驾驶员,他的生命们也不会反感他,反而还会因为他的率真为他点赞,因为开车5小时,特别是车上坐着一车的乘客,不仅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,更是要为全车乘客的安全负责。 因为播出的节目是录制剪辑出来的,被检查到的车辆被暂扣之后,相信那些乘客在等待其他车辆来接他们的时候,周深也满足了那些喜欢他们的乘客的心愿。 周深最近突然提到的童年,这是非常难得的,其实很多人对他的小时候了解并不深,而他这一次的分享无疑是让生命们非常感兴趣,这一是怎么回事呢? 原来周深提起这个话题还是因为生命们说要追他引起的,周深深度的有趣的表达了说,所以别再说追我了,因为你说这句话的话,我只会把你当作是一只鹅。 在话题引起之后,周深也是突然提起了兴趣,提到了下一个话题,你们小时候被鹅追过吗? 突然引起的话题,周深也是开始讲述了起来,原来他小时候被鹅追了一条街,最初还是被赶上了。 这也是引起了粉丝的疯狂互动,纷纷分享了自己的经历,当然了,围观吃瓜的群众们是更加占多数的。 最终周深又发了一句说,问题是那只鹅追上我之后,咬了我一下又走了,所以从小我就明白了一句话,你有事吗? 想必这样的童年经历也是让周深有些印象深刻的吧,其实周深分享的童年故事我知道是很真实的,周深是在贵州长大的,他居住的地方也是属于山区,就是农村嘛,而我也有幸和周深有同样的经历,不过都是我欺负鹅。 其实周深在成为明星之后呢,虽然有所改变,但是那也是形象上和实力的进步,其本质上依旧是那个淳朴的少年,就与周深分享的故事,想必小伙伴们也是看出来了吧,周深分享的儿子故事呢,也是让很多小伙伴们有了感同身受的感觉,其实他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,只不过他更有天赋,也更努力,偶像都是如此的努力了,粉丝又怎么能够携带呢?真的陪伴呢,是互相学习,一起努力,也不知道你喜欢这么淳朴的周深吗? 吃高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,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